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是越传越离谱 田明健也被不少自媒体封为最强单兵汉匪之手 把他描述成了单条六千军警 以一招单手犯弹侠之绝技 引美军膜拜的英雄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首先说说事件的起因 也就是田明健为何要开枪行凶 在此之前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 网上的说法几乎一致 都说是因为他的妻子被强制流产 一师两命 才促使田明健走中的这条前路 但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些不靠谱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说法的源头都是境外 国内自媒体也不管这些 就是一个字 抄 反正怎么有流量怎么来 我没看到有任何一个视频或文章能提供确切的证据或者信息来源 我个人认为越接近事件发生时的新闻报道越接近事实真相 所以查阅了几十份当年的报纸 这些报纸提到的原因也全部一致 但不是因为强制流产 而是因为殴打士兵受到了纪律处分 有人说纪律处分而已 至于大开杀戒吗 这里要详细说一下 田明健原本是团参谋 但因为受贿被举报 下方岛连队当了副连长 在任期间有殴打战士被停职反省 他心里不痛快闹到了团部 结果又跟团领导闹翻了 上级机关派工作组到该联进行整顿 他感到仕途已断 碎生报复之心 田明健是农村出生的孩子 能干到团参谋实属不易 原本在部队好好干就能转城市户口 家属也能随军 如今希望全没了 田明健也就绝望了 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 韩国警察与范坤同样是因为工作受挫 连杀62人 田明健做出类似的举动也不奇怪 至于他妻子被强制引产的说法 我查到了几个来源 其中包括大某员 新某人 新某纪影视等 他们的背后都有同一个组织 就是我们的老熟人法轮功 其中 新某纪影视还拍了一部以田明健为题材的电影 我看了几眼差点吐了 咱就说田明健办事虽然不地道 但起码涨得还可以 可电影中这位田明健只能用猥琐形容 穿上军装 更是妥妥的伪军一个 你们说说 一个反华的邪教组织在幕后做推手 信息可信度能有多高呢 另外 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 关于田明健的帖子在2011年之前并不多 也就是在国家全面实施双毒二孩政策之后才大量增加的 这其中是否有联系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一句话 我认为计划生育就是一个框 什么破事都能往里装 田明健的事情可能跟这有关 但绝对被夸大了 再说说第二点 田明健真的是单挑6000军人吗 答案是不可能 时间往前推个几年 我军突击对攻打越军的山头才需要几十人 6000人那是什么概念 哪怕什么都不干 走在街头那也是乌泱乌泱黑压压的一片 但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没有军人的身影 当然 田明健本身的军事素质确实够硬 但是说他能单挑6000军人 这就不是夸大 而是神话了 另外 西班牙通讯社的记者卡洛斯菲尔南德斯目睹了整个事件 他接受采访时说 当时街上根本没有恐慌 因为当天正好是中秋节 老百姓都以为是放鞭炮 根本没把枪战当回事 这起事件中很多平民受伤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街上到处都是军人 那显然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第三点 田明健是自杀还是被击毙 不少自媒体说 他是战斗到最后一刻 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但事实上 他是被狙击手击毙的 翻阅当年的报纸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整个过程持续了20分钟 最后田明健被击毙 再说说第四点 田明健的单手换弹匣 是否惊呆了外国人 有人说田明健在枪战过程中展现了极高的战术素养 最让外媒惊艳的是 他居然能在射击过程中单手换弹匣 但是我查阅了几十份外国报纸 欧洲的 美国的 甚至包括东南亚的 雅根就没有一家外媒提到了这事 说明根本没引起老外的注意 更谈不上经验 另外 这项技能也不是田明健原创 老毛子玩得更溜 只不过容易损坏枪 一般不鼓励这么做 而美支枪械有弹匣式放钮 换弹匣更流畅 美军学这个纯属脑子冒泡 让美国特种兵膜拜 更是扯淡 还有人说 被劫持的吉普车司机被田明健杀了 这也是明显的以讹传讹 因为司机事后还接受了采访 这些在报纸上都有记载 被杀的是这辆黄色面包车的司机 因为田明健不会开车 吉普车司机跑了之后 他试图劫持面包车 司机想跑没跑掉 被田明健一枪杀了 随后 田明健沿路逃走 并持枪朝着路人扫射 44路公交车就是这时候遭遇的袭击 造成多名乘客死伤 不过田明健也没跑多远 他在公交车以北200米处 被狙击手击毙 从当年的这些媒体报道来看 目前市面上流传的各种版本可谓错误百出 只是这么多年没人求证 以讹传讹 还把田明健塑造成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观众看了又哭又骂 宣泄了情绪 自媒体蹭到了流量 数着票子笑嘻嘻 没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 你想反对还找不到证据 总之 我认为一个对平民大开杀戒的人 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更不配得到人们的追捧 exploded 了 咱说的虚担心 这次我认为你热心的希望 我也想像我一种在一种里面上我作为了 证据